这款我个人非常喜欢的GPD Pocket 3 作为一款两年前的设备 它搭载了英特尔 Core i7 1195G7的处理器 在当时一些以前的大作 调低一点画质 那还是勉强能玩的 但遇到现在的游戏 那真的是有些吃力啊 更新后的巫师3 能在800p的分辨率 Steam Deck的画质预设下 运行在30帧左右 漫威蜘蛛侠在800p低画质下 只能运行在10到20帧左右 这个就只能疯狂眨眼补帧 才能玩了呀 来到霍格沃兹之仪这款游戏 那甚至呢是PPT一般的帧数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介入显卡物之后 首次介入显卡物呢 需要在AMD的官网下载驱动 安装完成以后 重启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首先是巫师3 和刚刚一样的分辨率 一样的画质 就跑在了110帧左右 这个画质对于这个显卡呢 就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 那我也是调高了一下画质 在超高画质不开启光追 1920x1200的分辨率下 能够运行在50到60帧左右 漫威蜘蛛侠在1920x1200的分辨率 不开启光追的最高画质下 同样能运行在50到60帧左右 霍格沃兹之仪 在1920x1200的分辨率 高画质下 能运行在40帧左右 内容不开启光追的最高画质